公立游泳池南京营苗栗县院里镇 往年只有在暑假期间开放 今年游泳池加开一个月之外 郑公所统计进场的人次去年突破1万人 成长至少三倍 目前郑公所正积极地向中央来争取经费的支持 要提升设备功能与安全 游泳健身或休闲细水 配置有合格救生员的游泳池是最佳安全场域 不论是采取委外或自办 如何维持营运成了多数公立游泳池的课题 每年仅开放三个月的院里镇立游泳池 今年不但延长一个月 进程使用人数也是倍数成长 我们的院里游泳池其实是民国85到88年的时候开始营运的 那因为之前疫情所以也关闭了一些时间 那从去年我上任就开始非常积极地来去做宣传 所以我们去年进来游泳的人数是往年的就是四到五倍的人数 所以我发现其实院里是有这样子游泳的人口 在改善设施环境泳池水质之下 正公所统计去年进场人数大约一万两千人 到前一年增加三倍 除了延长开放的时间之外 正在规划设施设备的改善计划 也因为做了儿童参与市预算 有小朋友自己主动提案说我们的设施太过老旧 有可能会割破脚等等的 也有一些漏水等等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年我们跟民政客也很努力地来写了中央的一些计划 希望可以申请相关的补助 可以来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设施的一个改善 泳池泼面池底渗漏水都是未来改善重点 若顺利获得体育署经费支持 温水设施也将列入 以满足民众希望冬季也能够开放的愿望与需求